他現在心想的當然就是說 他要選總統 然後做四年就好 至少做四年的總統 那寬國瑜又祝他心想事成 這是一種間接的表態嗎 啟臣 心碎了嗎 不是 為什麼他心碎 我現在是 現在是誰在打麻將 啟臣要8年 我有先講柯文哲 柯文哲他說意願很低 正在想主黨 我覺得這有點矛盾 意願很低 他就正在想 不是 對於選總統意願很低 但是對於主黨正在想 但是他主黨就是為了要選總統 但是主黨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的回答是滿技巧 他就說我意願很低 但是很多人拱我 所以他現在還必須來想 這個主黨的事情 倒是主黨的事情其實在 之前就有人提到 他想要主黨的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看來是有機會的 妙天不是要主黨支持他嗎 不曉得是跟哪個天不知道 但是他主的黨應該會 真的比較不一樣的政黨 不一樣 如果從他的講話 還有我們對他的想像來講 過去台灣新的政黨有好多個 從過去到現在 最後還是國民黨和民進黨 所以他主的黨 到底是一時的政黨 還是真的要永續發展的一個政黨 是什麼樣子的性質 可能只是一個選舉團隊 也有可能 然後或者只是一個結盟的團隊 不是的黨 因為主完政黨以後 對於推派候選人是比較容易的 否則的話他要經過連署的話 也要二三十萬的這個連署 他要有黨團 他要在立法院有黨團 我意思說 就推派總統候選人這件事來講的話 當然如果說他在這一次 總統大選跟立委大選裡面 他去結盟 他與其都要去結盟 他乾脆有一個政黨形式 對他來講 這個是一時好幾鳥 所以我覺得柯P 他這樣子的講話 其實也在告訴我們 搞不好六月以前 他就會有這樣子的雛形出來 因為已經正在想 那代表其實 應該有一些動作會在進行 不過顯然的 他是網紅 網路時代 算是台灣在網路政治上面的第一人 他成立的政黨 其實大家也在看 到底會是哪一類型的政黨 就不一樣的政黨 虛擬 會不一樣的政黨 網路政黨 虛擬的 共黨部在館長的健身房 我們的王院長 他有提到說 如果有機會做一屆 做四年就好 我覺得這個某種程度上 提高了他一些參選上面的一個 這樣算是宣布參選了吧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他不是有點這樣講 他只是說因緣劇組這部分 他時間上還沒有訂 但是他已經講說 漫漫好像已經足了 快到了 越來越足了 對 他還講說 大概元宵前後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王院長是應該會選 照他的這個節奏 所以韋翰最厲害 韋翰最早說王金平一定選 我啦 韋翰講錯了 韋翰還說豬王配了 我都不好意思 跟他 但是一定選是黨內初選 黨內初選我們大概都可以期待 就是說王院長 他是一定會選黨內初選 至於說選到什麼程度 或者未來怎麼發展 我覺得我們還不是很確定 你說他一定會參加黨內初選 你覺得他現在在黨內 出現的機會有多高 你說初選出現的機會是不是 最後勝出 代表國民黨初選的機會 應該其實每個人想選的機會 都滿高的 現在看起來的話 你有講跟沒有講是一樣 看不到相公是誰 看起來其實機會都滿高的 因為連遊戲規則都還不知道 還沒有訂 可能也必須得到遊戲規則 不過對王院長來講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幾次他的出現 都會跟韓市長黏在一起 所以這個也代表其實 王院長在準備參選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他算是很積極 這個代表韓國瑜比較挺王金平嗎 應該說他們比較熟識 就不管是地緣也好 還有過去921選舉 那段時間的互動也好 至少可能在過去這半年以來 他們相對是互動多的 相對是比較熟識的 至於是不是韓市長 只挺王金平 我倒看不出來說 好像說他特定政治 你現在還看不出來 韓市長心中的排名 他至少沒有明講 他是講心想事成 可是他都沒有助別人心想事成 就是唯一的一個心想事成 別人也沒有去這樣碰到他 要去拜託他講 搞不好下一次 其他候選去找他的時候 他也心想事成 也有可能 這很難講 因為這年頭心想事成 是滿好用的 你看到底韓國瑜心中 誰的心想事成 排名最前面 韓國瑜跟王金平 現在這樣看起來的 好感度是最高的 而且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解讀不同 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基本上甚至可以直接解讀 就是國民黨四大天王打麻將 有一個人是相公 現在看起來 可能不只一個人是相公 15張牌 他說要被排除的很多 沒有那一張牌的人 就不可能胡 如果你要再更進一步 去解讀的話 沒有韓國瑜這張牌 所以韓國瑜就是 大家找的這張牌 沒有韓國瑜就相公就對了 沒有韓國瑜的人 你就胡不了牌 所以沒藏書 我覺得幾個點 可以跟大家報告 因為其實 我們大家在講 啟動網紅模式 我先講王金平 再講柯文哲 王金平他這次是有備而來 而且他也不是說 隨便就是說 我現在準備要參選而已 你看他先前在 他的這個已經很久都沒有 在使用的龔道博的粉絲團 他有跟大家講 他說這個不是我的個人粉絲團 可是是很多幫助我的年輕的 這些媒體朋友們 他們幫我組的 他的粉絲團裡面貼 有沒有那些孫昌去拜訪他有沒有 他說法量對決 直接焉雲自己的頭髮少了 所以當他也已經開啟 網紅模式的時候 觀眾朋友就知道說 法量對決他贏了 對 他還贏了 但問題是基本上 頭髮如果不是太多人 他不喜歡人家從後面去拍 他不但拍 而且還貼 當然我不知道蘇院長 蘇院長也OK 他常常自嘲 然後最新的一個是這個 有沒有 尋找跟我一樣 名字左右對稱的人 完了這就是年輕人喜歡的 因為王金平三個字號 正好他是左邊右邊看 拿個鏡子從中間這樣一格都是 有沒有這樣的人 其實有 忙著想到一個 英文就是 蔡英文的英文是對稱的 榮華 或者是美文 這幾個字都是 所以他也開始下面很多人在留言 所以王金平他開始發動了這一些 就是網紅的模式 然後他今天我覺得 從這個點都看得出來 他的攻勢是淋漓的 因為一般不會在選舉跟講說 做四年就好 他沒有講總統 可是大家知道他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會更降低他在黨內 大家對於就是 王院長年紀比較大 所以常常有人講 當如果你沒有辦法去改變一個 已經繼承的缺點的時候 就把那個缺點當成優點來用 所以他現在告訴你 四年就好 多少人會覺得說 因此而覺得很興奮對不對 我好激動 之後可以換韓哥 所以他要把這些票吸過來 但是是不是真的 如果當選以後就當四年 那就再講 他現在有說他總統當四年嗎 選別人可能都要做八年 讓韓國瑜等更久 一般都會有這種狀況 像啟程哥那時候有人講 是不是如果說 當然那時候像選情願也越好 有人講說是不是如果說 盧市長那時候可以講說 讓江啟程早點起來接 都有這種傳言 現在王清平自己講 還不是別人講說 親近的事 我認為他會怎麼樣 他自己講 四年就好 所以他會鼓舞很多 在國民黨內 原本覺得王清平 不是我的選項的人 會覺得說好像也還好 反正他四年就不做了 如果韓國瑜也支持他 不要搞到兩敗俱傷 三敗俱傷 或是多敗俱傷的情況之下 他的出現機率就提高了 所以我講 王清平的出現機率一直在提高 而相較之下 朱立倫這段期間的網紅模式 他最近也會 我就說他會開啟 賴勁的也是 倒過來講 講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講說 我參選意願非常的低 我在想要阻擋對不對 什麼黨的台灣網路黨 或台灣網紅黨 不要忽略他的網紅模式 畢竟他是祖師爺的層級 韓國瑜之前 台灣政治人物沒有一個人 網路聲量是可以跟柯文哲比例的 現在韓國瑜最上的時候 柯文哲他也沒有示弱 今年的除夕 他要去找這個所謂的 視網模 對 什麼眼球中央電視台 這是屬於比較偏讀的 然後還有千千進時鐘 他是一個女網紅很喜歡吃 然後還有李克太太 這間很紅的 浩浩 然後跟另外一個是老天鵝 所以柯文哲他把幾個年輕族群 就是連獨白他都顧到了 除夕到初四 他不斷的每天有網紅出現 然後之後三月到華府 總統到華府是基本上很困難 幾乎辦不到 我不知道Vincent可不可以幫蔡總統辦到 但是市長去華府完全沒問題 市長去華府跟僑界演講 或是在一個學校演講也沒問題 所以他的總統模式更簡單 那就倒回來講 哪一天等到六月 他說我要選總統那一天的時候 你再倒回來今天看 他所講的內容的話 說我的意願很低 哪一句是說你違反承諾 你說你沒要算 然後你說要選 從選舉 對 所以就是說他基本上 說他的意願其實很低 所以他完全不用去考慮 會說意願其實很低 其實基本上表示 他已經做好所有的準備了 王金平跟柯文哲 都已經是做好準備了 但是朱立倫跟吳敦毅 他們也不會缺席 所以王金平現在來看的話 因為他跟韓國瑜之間的互動 明顯跟其他的三位好非常多 沒有到 還不是等距 就是原本大家可能希望是等距 現在看起來 這王金平他是非常在善用 韓國瑜現在的人氣 他的機會不小